Hello Hello 今集歡迎來到LEGO Batman系列 這也是LEGO Batman三部曲的最終章 短期內應該不會再買入LEGO Batman系列 與此同時 現在拍攝這條影片就是12月 11月2日 在11月之前所訂的LEGO 都應該差不多介紹完了 還有一個接下來的影片 今個禮拜應該會再訂一套 不知能不能切 能不能切的話 就在我回香港之前會拍攝 但如果說組裝的話 這個應該是最後幾款我會組裝的LEGO 其他很大盒的就不組裝 今集是說這個 Batmobile Batman vs. The Joker Tracer 這個盒是平平無奇的 它包了兩個 mini figure 一個就是那個 Batman 另一個就是那個Joker Batman就是這個樣子 Batman就是這個樣子 也是跟上集那個一樣 終於都不是有個帽子 不會有個白線 所以其實如果他送上頭髮的話 會不錯 那就可以脫掉 但是 只有這個 Joker這次呢 有頭髮版本 就是這個樣子 但下面這一身也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拿到 之前介紹的 Batman 就是這個樣子 來拍攝 我發現三款都是很不同的設計 我會說 整個set的靈感來說 都很不同的 這個就是Joker 大頂帽子 大家一樣的 所以你不用想 有什麼特別的 一個有帽子 一個沒有 Batman 絕對沒有任何分別 兩款都是一樣的 他們就可以換 換表情 就是轉個圈而已 那 好啦 我們講一講說說明書 這就是他這本說明書 它是四代的 它應該是整個 Batman系列最大 有四代的東西 我們可以 按下一點 這樣 因為 四代的東西 那 後面一律 都沒有說任何其他 Batman系列 那 我們先講說 這輛車 其實這輛車 就是這樣的 如果大家有玩GTA 都知道的 這是正義使者的家 那 火焰呢 如果你走的時候 它動的話 這個就會轉 你走得快 就好像火焰在動 那樣 另外這個就是 轉的就是這樣 可以這樣 那 我不知道它設計上面 是不是故意這樣做 還是怎樣 因為我如果調轉版的話 就剛剛好可以顯示到 它上來的樣子 那 那我支槍就不能動 只能上下 那 那 扭回它 然後 它的設計應該是 調轉 就是現在這樣的款 對 有個車 那 然後 那個上車的位 就沒有之前那些 可以轉這個 壓上去 這個 我覺得不太好 雖然其實現實中 這輛車應該這樣 腿前 所以它不整都很正常的 那裡面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 貼紙方面 都不是很多款 有一、二、三、三款 然後還有 好像還有兩個 它有五個貼紙 是 是不是 四個貼紙 那 這裡有三個 最後那個去哪裡 我都不知道 在後面這個液體 沒錯 那這個液體 就收了它的裝備 那它現在有個什麼 有個什麼 Fade out 那這支槍 就是這次新的 就是一支Fade out的槍 那 那這支槍呢 就不是任何 有Machinesis的武器 它只是這樣組裝出來 所以 都不是什麼特別的 那 而且它是這麼特別的 所以 所以 我完全不知道 有什麼特別 就是這樣 是嗎 有什麼畢竟 都是有很多收購 以及飛票 其實 如果蓋得起來 就是這樣 那 那 因為我塞得太多 所以應該是蓋不起來的 我儘量試試 可不可以全部進去 按到的話 就可以 按不到就算了 還有這支Fade out 這支Fade out 是難一點 按進去 就是這樣 蓋住 它不掉出來 都可以 這支槍呢 是挺細緻的 例如這些位置 裡面有些金屬 然後 滾這裡 全部都很Smooth 你不見了 很多這些 就是LEGO釘的 好少啊 這一支 後面車尾都OK的 都挺細緻的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弧位 那輪也有少少設計 那輪也有設計 這裡最平滑 就是這樣的 還有這個前面 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它的進氣孔 還有燈 那我自己就覺得 個人來說呢 這三支呢 還有兩個Backmobile 兩個Backmobile 和一個Backwing呢 你讓我選擇的話 其實Backwing呢 就不在我的個人 這個喜好裡面的 純粹就是因為我不想 只開箱兩盒 所以我才開箱它 才買它 其實我最喜歡 這兩架Backmobile 這架不用說 這架 這架很經典 其實當時候 買回來的時候 都覺得很細緻 尤其是這個門 可以坐到兩個人 我覺得也可以搞的 那 但是 但是今年出了這架 另一款都比較經典的Backmobile 之後呢 那架就是比了下去 那 兩隻都OK的 其實 那 唯一不同的就是 Backwing和Backmobile 也好 就是上一代 你那個Backman 可以直接坐進去 就是可以 壓進去 而這個新的這一隻 就沒有的 新的一隻 就是 滲進去 就是 它就這樣滲進去 就是沒有任何 這個件去固定的 但是它很巧妙 用了一個套子 做一個擺盤 也是很藏身的東西 那 至於 這個 就完全 都不知道它可以站在哪 就是 嗯 對 那 就是這樣 那 不知道大家 喜歡哪一款呢 那我個人的牌 就是這個第一 那 和它第二個 那個Backmobile 就是比較 接近分數 不 不相百種 但是當然 如果你說 Smooth來說 這架是最好的 那最後才是Backwing 那不知道有沒有 哪個是Backwing的 愛好者呢 就幫Backwing評分一下 但是Backwing其實 都做到一個形式 做到那個蝙蝠的形式 所以 如果大家喜歡Backwing的話 那架也不錯 這個就是Backwing系列 以前我買過一個 企鵝的 就是企鵝那個 企鵝人那架 那架老闆車都很漂亮 不過我就不會拍片開箱了 到時候再說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